嗨 大家好 我是歐瑪 隨著疫情的加重 最近的房地產感覺比較冷卻 但其實呢 商用不動產的交易一直不斷在存存欲動 很多有實力的買房都趁這個時間點不斷在攻城掠地 特別是旅館成為這次大風遊戲裡面最熱門的獵利對象 近期有不少建商烈利的新聞出現 不論是地上全的標案 幼稚園 或者是疫情下經營不善的旅館 只要是地段好 產權單純的標的都成為開發商的囊中之物 像在城市內成熟重劃區 基地有一定規模的汽車旅館或中小型的商旅 不需整合 而且土地開發價值與潛力都受到投資人的青睞 許多建商就有意願先購買下來 而有趣的是 會發現目前這些買旅館的通常不是旅館業者本身 因為大部分旅館業者輕資產經營的觀念比較重 因此過去只要有多的資金 就是擴張經營 但估注一指 營收來源只有來自住房的話 像這次疫情一來 就會受到全面性的影響 若資產是自己本身的 那營運壓力可能還比較不會這麼大 說不定也是轉型的好時機 在近期CBRE的報告中就可以看到 各類型的旅館業者紛紛尋求其他的生存資道 部分轉座為防疫旅館 也有部分轉型為 遠距工作者提供獨立辦公室 更由業者趁機進行資產活化 申請為老重建 像我非常喜歡去吃飯 餵在東區的神旺飯店 從一樓到四樓都是餐飲 五樓以上為客房 在今年疫情開始時 只能取捨保留餐飲或轉型作為防疫旅館 但保留餐飲其實比較盡可供 退可守 若餐飲不做 至少可或花自己的資產 而神旺飯店也是繼 富敦飯店南京廣還有六福客站後 第三個通過為老的飯店 如果疫情逐步減緩 有一天我們可能重新回到街上 會發現過去很多熟悉的餐廳 或者是喜歡去的旅館 已經關掉一煮 甚至是整個打掉 變成另外一個新的建物 那心中難免會有些感慨 或者是覺得百頁蕭條 但是在百頁蕭條之下 很多已經備好時代有實力的買方 已經危機入市了 所以呢 有成人真的跟我們想像中的不一樣 那我相信呢 了解他們的思維 或許有一天我們也可以加入這場大風遊戲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 我們下次見